嗨,我是Teddy,欢迎回到我的Silence One系列教学影片 这一集的影片内容呢,我要教大家怎么使用Silence One里面它内建的Preset Silence One它的Preset放在哪边呢? 它的Preset是中间,这个地方 它这边有一个menu,就是主选单 那你可以在里面呢,去 它这边有两个选项,第一个叫Preset 那你可以针对它里面的Preset呢,比如说你可以做loading 你可以去load一些你自己做的音色,但是你放在电脑的其他资料夹里面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load一些,就是你从网路上面买下来的Silence One 就人家已经做好的音色,那你把它买下来,放在桌面上或其他资料夹 那你可以透过menu,Preset里面的load呢,去把这些Preset把它load进来 Save As呢,是 你今天做了一个音色,你把它存起来,那就用Save As OK,还有下面这些内容我等一下会说 那你要怎么去选择Preset呢 首先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001,有一个ARP303Soul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它Preset的名字 如果说你要更换Preset的话,你可以用滑鼠按一下这个Preset的名字呢 同时你就可以看到它这边有128个Preset 在视窗里面,在这个萤幕里面大家可以看到menu 在主选单这边有个bank bank旁边有个factory factory呢,它这边有12345,有6个factory bank 在Silence One这台合成器里面呢,一个bank 一个bank里面它有512个Preset 那它目前呢,电脑你把Silence One打开呢 它的预设值是bank one 就是大家现在只能看到bank one的音色 那如果说你要听听看其他的五个bank的话呢 那大家有空的话可以自己去听听看 那一个bank它既然有512个Preset 那为什么刚刚我点这个按钮的时候只有看到128个 那是因为它把它放在四个页面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四个数字,有1234 这有点像在翻书啊,就是你一本书它有四页 它有四大章的意思 那你现在按到1呢,就只能看到 就是第一页它有128个Preset 你按到第二页它是另外128种Preset 3,4 所以128乘以4那就是512种Preset 刚好就是一个bank它拥有的Preset数量 所以我觉得Silence One为什么讲它CP值很高呢 4000多块台币可以买到一个 内建2500种以上的Preset的合成器 而且操作简单 所以CP值真的很高 那么除了点选这个Preset的名字呢 可以换Preset之外 你也可以去按 这边有两个箭头 一个左边一个右边 这个就是翻页 一个一个Preset去翻页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使用 你自己编曲软体的更换Preset的方法 像我用的是Logic Pro Logic Pro更换Preset的方法 它这边有个页面 它这边有个页面 把它点开来 Factory Preset 这边可以去选 只是它名字出不来 因为毕竟Silence One 它不是Logic Pro的内建合成器 那其他的内建合成器 它这边是可以显示Preset的名称 再来就是你也可以使用你的软体 所适用的快捷键去选择Preset 是左边这个地方有个小白点 那小白点是拿来干嘛的 小白点你点一下呢 它这边你可以去更换Preset的名称 如果说你不想换的话 就按键盘的ESC键去离开这个页面 接下来有一个还蛮重要的功能 就是如果说你不想用Preset 你想要从头到尾去设计的话呢 那你要回到它的初始音色 它的初始音色是什么呢 在Menu里面 Menu里面有一个Preset 它这边有一个功能叫Clear 这里 你从逐选单Preset 这边有个功能叫Clear 它的快捷键是Cmd J 因为我用的是Mac 所以呢 快捷键是Cmd J 如果说你用的是PC的话 就按Ctrl加J 那之后呢 我在操作Silence One的时候呢 如果说我要回到预设值的声音呢 我就直接说 我会在影片里面直接说Cmd J 那我就不会特地用滑鼠 再一个一个按Menu Preset 以及Clear 我不会这样做 我会直接按快捷键 当然我按的时候 我会跟各位说放心好了 它下来 下面这个地方 有一个功能叫Randomize 这个是随机化的意思 它的快捷键是Shift加R 那你按这个快捷键呢 那Silence One它就会开始 随机去调整 它的参数 去产生一些很随机的音色 比如说我按按看 Shift加R 对不对 它就跳来跳去 OK 那这个声音应该还蛮疯狂的吧 诶 听不到 没关系 再看看还要拿什么其他功能 哦这个 Rename Rename的话就是 把Preset重新命名 就是跟这个小点的功能是一样的 好 下一个功能是Reset 比如说我今天选一个我喜欢的Preset 那我想要去修改它里面的参数 比如说我现在乱转 我现在乱按了 我乱调一通 真的我乱调一通 调得超乱 好的 那我后悔了怎么办 Menu里面有Preset Preset它这边有一个功能叫Reset 那快捷键是Shift加Z 它就会你按下去之后它就会回复到Preset它原有的状态哦 现在讲的都差不多了 Bank里面呢就是自己去选择你的 你想要 你想要的Bank 它这边Preset音色太多了 各位有时间的话自己去听哦 哦Skin 这个地方还蛮特别的 Skin 在Silence 1里面它有 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 它有七种内建的 UI吧 就是操作界面 那它的预设是Silence 3.0 那很多人是嫌Silence 1它的界面太丑 那如果说你觉得界面太丑可以自己去换 像 像这些我就觉得还蛮酷的 你可以自己一个一个去看 像我自己喜欢的话 我其实我自己偏好是这个 但是 我在影片 我在录影片的话呢 我就回到 初始它预设的 Silence 3.0的 这个 这个UI哦 这边还有其他的 Old School Old School就是上一代的 Silence 1 2.0那个 介面啊 以前介面是长这样 就比现在3.0还丑哦 哇 这些都蛮帅的啊 这些介面 各位有时间的话 一个一个去看了 去找 就挑一个你喜欢的这样 在下面 Check for Updates Check for Updates是 Silence 1 如果说它有试出更新的话 前提是 各位朋友建议 各位还是买正版的 不要去买 不要去当一些 盗版的合成器哦 4000多块 我觉得已经很便宜了 如果说你买是正版的话 当Silence 1它试出更新的话 这个Check for Updates 它这个字它会变粗 就提醒你说 它现在有新版本 那你只要从email里面去 复制 它当初寄给你的产品序号呢 上网登录之后 你就可以把新版的Silence 1 下载下来安装 下面这个是Open Data Folder Open Data Folder呢 你可以在这边去找到 找Silence 1它的说明书 以及你可以去编辑 或者是加入 或者是删除一些 你不要的Sound Banks 等等等等 它的档案是存在这个地方 好 再接下来有什么东西要讲的 哦这个 Deactivate 一个Silence 1的序号呢 只能够使用在两台电脑上面 如果说 各位 如果说你有 你要换电脑的话 那你要记得在旧电脑的 Silence 1里面 去按下这个按钮 就Deactivate 就把这个把你这台电脑上的 Silence 1呢 先把它解除安装 或是 呃 不是说解除安装 说先把它解除授权 那个到网站上面去 决定说哪一台电脑要授权 哪一台电脑要取消授权 这是Deactivate 好 以上的内容就是 关于如何使用 Silence 1的Preset Insert 以及一些其他的功能 哦 还有这个 我忘了 这个功能很重要 这个功能叫Size 差点忘了讲这个Size 在Silence 1里面 你可以自己去变动 视窗的尺寸 要看你的荧幕大小 它的Size里面 还有预设是100 那你也可以放大到200 就超大 那我现在用的是110 那如果说你不喜欢 它这些很致式的 Percentage的话呢 你想要自定的话 我先把skin换到 它原来预设的skin 如果说你想要自己去拖拉 来更改视窗的大小呢 在Silence 1的最 画面 右下角这里 这里有一个 就是这个木头画面 这个木头这个地方 你看滑鼠的游标变了 它一变 它这边一变代表说 你可以去拖 可以去拖放 就可以自由放大或缩小 你这个时候滑鼠点开 它需要一段时间去跑 OK 那以上就是Silence 1的 简单介绍 关于怎么去使用 Preset 以及怎么调整视窗 等等其他功能 那下一部影片开始 我就要针对Silence 1 它里面的 所有的地方 Oscillator Filter 以及Modulator 等等部分 做非常详细的介绍 我们下集影片见 拜拜 拜拜